去年岳云鹏的徒弟就在岳云鹏家里给师叔张赫伦拜年给大家带来了许多的欢乐 在台上无大小的德云社这一幕可以说是很难看见 可能也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师叔们才是真正的师叔 今年岳云鹏再次搞事情就连搭档也不放过 近日相声演员孙岳在个人社交平台晒出一段搭档岳云鹏 小四曹赫阳张九龄向他磕头拜年并称呼他为叔叔的视频 并配闻到无望之灾瞬间引起网友热议 只见岳云鹏穿着睡衣赤脚侧躺在沙发上与曹赫阳和张九龄聊天 穿着打扮十分随意 他边用手指着孙岳嘴里边说道 看他给孩子包红包咱仨就没有 然后曹赫阳立即接话 不是人家辈份都摆在那儿 咱仨没有吗 岳云鹏随即表示咱们给他磕一个 张九龄应喝道咱叫人家叔叔是吧 此刻的孙岳明显感觉到了事情不太妙 手里镜头都开始摇晃 随着曹赫阳大喊一声 输之后 三人整齐的跪倒在孙岳面前 还冲着他磕头 三人边跪边冲孙岳涵 你别跪你别跪啊 跪下来露了都 虽然孙岳在他们跪下来之后 孙岳也随即跪了下来 不过从几人的脸上的笑容都能感受到 这样的玩玩闹闹对他们来说十分有趣 这画面让人不禁感叹 他们不愧是德云社弟子 连拜年都充满了笑点 值得注意的是 岳云鹏为了要到红包 连鞋子都没来得及穿 就直接下了地 不过从大家的装扮来看 室内温度应该不冷 所以赤脚下地也并无大碍 不得不感叹几人的实乘程度 说跪之后 他们是真的下跪磕头 毫不含糊 有信心的网友发现 三人密谋时 旁边的小孩手里 拿了一叠后钞票 脸上满是拿到压岁钱的喜悦 仿佛还在和身边的人争论着什么 与其中满是身为孩童的稚嫩和快乐 孩子的存在也让本就欢乐的氛围增添了不少幸福感 岳云鹏和孙岳亦是有名的黄金搭档 两人也多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小月月建盟的表演风格和孙岳的成熟淡定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台下 两人感情也非常好 岳云鹏甚至表示 我们能有今天的成就 多亏孙岳老师坚持不讲低俗的包袱 可见孙岳在岳云鹏心中的地位 曹赫阳则是烧饼朱云峰的搭档 两人通过笑傲江湖中出彩的表现 赢得了大家的认可 随后还参加了欢乐喜剧人的录制 烧饼以夸张故作可爱的表演风格 为众人所熟知 曹赫阳则能自然灵活地接住烧饼的包袱 两人配合十分默契 张九龄是郭德纲侄子王九龙的豆根 两人因其出众的外貌和身高 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他们经常在台上大打出手 所以粉丝将两人的表演风格定义为武术豆根和捧根 张九龄和王九龙近些年来也在自己的努力下开展了专场表演 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德云社本身便是个欢乐的大家庭 众人聚在一起时总是欢笑声不断 他们在台上也同样能逗的观众哈哈大笑 祝福德云社能越来越好 继续为观众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